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美国大涨 但是他后面说什么 这天在跌什么 就是跌中国的这些土财主 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来美国投资我科技业 所以最近在跌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像苏妍刚刚讲科技股跌很惨 因为美国可能要限制你中国 比如说你JS来购病干嘛 不给你来了 所以这些你没有拿到中国之间你就会跌了 但是像我礼拜二跟大家提 我之前都认为说就是各股表现 但我记得礼拜二的时候我们讲什么 我们礼拜二不是讲一个 我像我讲很多次的现金 现金为王 现金至上嘛 那这是短线上 就短线上 因为你看不太懂他在干什么东西 你看不因为都是消息面主导嘛 好 中文您说这边的话 现金为王这是一个很棒的策略 可是进一步的话 积极型的话 有没有放空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把镜头带到现场来看一下 来看到道琼指数部分 道琼指数就来到这个第一档的位置 随时都可能破低破底 一旦往下破的话 全部以上的话就很是一个层层套楼量 这是在道琼部分 也同步来看一下NAS的变化 在NAS的变化当中的话 其实科技类鼓的表现里头 其实它的压力出现 从你记得吗 我们原本在看的时候 它可能在高档的位置 在高档的位置 结果现在不一样 现在直接已经回测到 也同样也是一个颈线的位置 随时也可能出现破低或是破底 这样一个情况 其中这次在NAS的变化 其实废半是来得更弱了 废半是来得更弱 我们回头从这两个指数方向 也可以看到 这个废半的部分的话 是来得更弱 直接会不会跟着 有可能出现有大力回测的空间 那么钟宁的观察 尤其在科技类鼓身上的话 会不会进步压力呢 其实你看这三张图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均线 均线 什么均线 都怎么样 它都下压的嘛 是 你没有任何一个指数是 你现在那边是5日20日季线 对 季线是蓝色的嘛 你都没有站上啊 不管说你看费城啊 看那个NASDAQ 台湾相对强耶 全球几乎重点在季度之下 全部都没有站上线 没有站上 没有一个站上线的嘛 所以你要跟我说这是多头 你看到这就不是多头啊 这个是5日 这个是什么 这是月线嘛 这个是季线嘛 这叫什么 你光就道琼来看 这三条就是空头排列 空头排列是什么 空头排列就是 就往下的机会可能大一点嘛 不敢说投票其实操作里面没有百分之百 如果说今天川普跟欢景 我前几天说的那些什么贸易战 都没有了 我们重新归零 重新归零它就涨回去 问题是如果它不是这样 或者说这个事情一直演变下去 我们就用脱逃了啦 你用脱的话 其实它就比较不利多头嘛 对 这样不利多头的话 那顶多什么 顶多就是个别股表现而已 好 我们再回头来看到是在我们这个价格指数上的变化 这CG的表现里头 所感受到的部分 其实钟领从这个画面变化里头 我们再回到对这CG的变化里头 外资圈跟关股航股的话 其实看起来是在买的 对 我记得我讲这个时候 我有跟大家提 就是你要先看指标的 因为有时候你不好判断 你搭配指标 那指标其实就是KD它比较偏短线 MAC比较偏中长线 然后呢再来我们看关股跟外资的态度 那不管说你从目前来看 不管说是短线还是中长线 其实都怎么样 它没有那么强力的多方的表态 就是起码你要红色柱子嘛 但是呢现在变什么 变成绿色柱子 而且是往下 对 福嘉债 我只能说福嘉债 它还没有怎么样 它还没有开始放大 它开始放大的话就是 就是要下去的 会不会放大呢 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 全球股市的话 几乎都在季限之下 我们还在季限之上 会不会代表着 有一些比较补跌的压力呢 会不会放大 其实你就看这个10823这个点 就前几天我们顶住了这个点 如果它跌破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跌破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市场上的停损卖都出来了 对 城市交易的卖单就出来了 因为大家认为说 这个地方跌破怎么样 跌破这个地方有缺口嘛 缺口 摸下去 可能就跌势的开始嘛 那你看这个关股的部分 其实关股我认为 其实它最近这个部分 它一直在保留实力 可是关股为什么 在昨天的部分的话 也开始 它已经很久没买了 就是从这个地方 跳光缺口开始之后 它已经不买了 这地方还在炒嘛 这地方就是生息的部分嘛 大家在炒生息嘛 生息掉下来嘛 本来预期三次变四次掉下来嘛 但是它也在在买方嘛 但是这个地方 购义上开始它怎么样 它没完完 就是我们应该说 庄家啦 庄家就开始比较占保守一方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占比较保守一方 可能是 搞不好还会再下去 那保留实力 我下面再来接嘛 而且外资圈的话 有些扩大卖超的手臂 对啊 那外资圈当然就是外资圈 美股跌还就买啊 对 美股涨还就买嘛 就是它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超速 因为很多被动型基金嘛 但是 这两个是同向的 对 这两个同向的 这个又比较偏弱的话 其实 一样啦 就观察A1083 这个点会不会破啦 如果会破的话 一样就你手中股票 你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调整 好 这个新闻面的重点当中的话 其实我看到 这个压力的话 事实上是存在的 会不会跌破 你想看看啊 等一下你可以扪心自问 来想想看 另外一个焦点话题 其实呢 如果回顾到数字来说的话 所谓的景气面 等一下我先留个伏笔哦 我们等一下 总要切入的是 新闻面的重点 景气伏笔里头的话 看起来 有调高GDP这样的一个数字 可是 这个cycle 在高档之后 可能开始要往下掉 但是 股价表现 股市表现 是走在这前头 怎样这个部分的话 要请我们的重点部分 来帮我们掌握一下 等一下新闻当中也是有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政府展现护盘的决心哦 台股赢的是 420亿元的活水 这个喊多了啦 那每次我们都看到 可是我们还是秀出来给大家 会不会就是一个 加成加分的利多 等一下钟宁怎么解读 再看一下 联发科PK高通 不约而同都赴大陆的抢单 联发科最近利多消息 还真是不断 甚至连并购题材都来了 联发科我们再提出一次哦 Tesla Tesla昨天的收盘 跌幅超过7% 逼近到8% 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们把它秀出来 是要告诉大家 那么Tesla 当中的话 这股压力的开始的话 会不会对于整个产业面的话 造成冲击跟影响 尤其在我们国内相关题材部分 如果提及到Tesla 这些题材性变化当中 包含在PA 这个功率放大性 这个部分 Avago Skyworth的部分 昨天分别跌幅2%3% 国内相关题材 会不会形成重点跟压力 您的观察呢 其实像刚刚苏玄 讲那个Avago这部分 其实台股联动是什么 就是PA这部分嘛 什么冒全新 那全新在这几天 投信像前天 我记得前天 投信是卖超第一名 其实我常跟上 有时候你投资的时候 你要去看 投资的价值跟趋势 就PA这部分 我认为趋势是对的 因为什么物联网这些 他们全部都要用PA 就是后面的一个趋势 但是它到底有没有价值 它有趋势到底有没有价值 你可以告诉我 全新今年到底赚多少钱 一占2块 赚2块 本一比70倍 你买得下去 什么叫本一比70倍 你知道吗 代表如果说老板今天不完了 把公司全部卖给你 你要搞70年 你才可以回本 你不会觉得太贵 太瘫了 所以就是说什么 就是甚至于之前在涨是涨什么 涨苹果对不对 那涨苹果 它到底接到苹果单了没有 它接到了没有 它传闻有接到 一开始的时候是 我帽在涨 我帽涨了涨 涨到后面涨不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帽的产能满了 那市场上在想什么 我帽产能满了 那可能要丢单给全新 才会再成长 所以全新可能会有单 我开始拱它 然后苹果有去看厂 真的有去看厂 老板也说 我保证我下半年 米手会量产 但是请问到底 看了场 看了场之后 然后呢 老板我会告诉你 看了场之后 就是看了场而已 就是看了场而已 没有下单 因为怎么样 因为 那个东西要出来 全新应该是下半年 是明年的事情 所以它到底拿到苹果单了没有 它可能拿到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它没有拿到 那没有拿到的话 今年赚两块 现在如果说到 北一笔修正的话 我们就讲一个北一笔修正 因为现在市场上 比较风雨飘摇 那比较风雨飘摇 投信会干嘛 投信会就它手中 有赚钱的股票 开始做减码 那它前一天 是不是涨到140 赚两块 股价140 投信有没有赚钱 投信赚钱的 投信会不会砍 投信当然砍 北一笔那么高 我都能不能先到 等你以后接到苹果单 这个地方再来讲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个部分 高档下来的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Tesla呢 Tesla 我个人看法是 它应该不会倒 它烧钱的速度很快 没错 问题不会倒 每天天天在跌 天天都便宜 现在也很多台股 每天都会跌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它应该不会倒 因为这是什么 电动车它这个趋势 它烧钱很快 那烧钱很快的话 其实我相信 那个马斯克 那个好难处 像你刚才说的 应该可以找到 应该可以找到金属吧 而且它是真的有订单 那只是什么 只是它的产能 一直开不出来 甚至什么 甚至现在是有车祸 有撞死人的事件 对不对 当然我们对这个事情 表示哀悼 不过 如果说你真的去看一下 那个新闻的话 就是看一下那个影片的话 我说真的 那个是忽然跑出来的东西 你只有把它反应 那个人没办法反应的 就是一般人 它是没办法反应的 那人没办法反应的话 你机器有办法反应 那个时候零点零几秒的 时间反应而已 你如果说你有开车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我就算刹车马上踩下去 它可以马上停住吗 不可能 你刹车踩下去 它起码也有一段滑行距离 所以那个不管是人或机器 那个都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最近短线地空很多 但是你说它要倒 应该是买的 你可以想想看金融海啸的时候 金融海啸花期银行 跌在一块钱 不是吗 会倒 到底倒了没有 你会倒啊 现在还不是活跳跳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下 来看到 政府展现护盘的决心 会吗 护得住吗 护盘 刚刚你不是看了吗 那个关股 已经连续卖那么多天了 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个是老退基金那边拨下的代操 那拨下代操的话 它才刚拨 刚拨的话 今天421全部买满 你基金基金你拿到钱 我现在马上全部下去买台语店 全部买满 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现在在漏 老朋友 法人也是人 法人也知道最近的风雨飘摇 盘不太好做 所以呢 所以他也不太敢买 他也是在缩手 你看昨天的张大法案 全部都卖钞 你这个政府钱给他 他就全部买满 帮你帮你顶着吗 好